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进行通报 蓝田县人民法院通过其微信公号发布了这一消息 在会上 蓝田县人民法院副院长舒孝林提出 要树立诚信原则 集合同时纪律新原则 坚守不能让违约者一违约而获益的宗旨 积极与相关部门联系沟通 去凑方地产调控政策 注重依法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该院副院长王在明在会上提醒办案法官 重点关注房地产案件审理新动向 严格审查 防止恶意诉讼 同类型案件 要统一裁判尺度 坚决杜绝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 注意到 从蓝田县人民法院发布的消息来看 新安市依旧房地产案件审理中出现的行动向 新问题 在全市法院范围内召开了研谈会议 今年7月26日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称 随着西安市房地产市场的日趋活跃 房屋买卖合同为约纠纷成明显分多趋势 买卖双方矛盾突出 特召开全市法院房地产案件审理工作专项会议 会议提出加大对社会关注度高 影响大 群体性强的房地产案件善理力度 业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加强对基层法院的审判业务指导 统议裁判尺度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 文天科技以自己为法 无证销售为由 在商品房受诸两年后 将12名业主向警告上法庭 要求法院开定此前与业主签订的合同无效 今年4月2日 被提诉业主之一李女士与文天科技 却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 在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6月8日 法院下道判决书 判决文天科技与被告李女士签订的紫山庄园内部认购合同无效 值得注意的是 自2017年4月至今 西安市房价飞涨 李女士所够文天科技设施房产如今的售价已达每平米24000元 是2016年购买时的三倍 文天科技的这一诉讼举动 也因此备受业主和公众质疑 有业主认为 文天科技在房价低谷 实践受房向业主融资 房价飞涨后撕毁合同 预谋取更大利益 文天科技的工商资料显示 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 注册资金5500万元 2017年12月22日 股东由时光龙和时金利 分别出资275万元 5225万元 连更为陕西保存置业有限公司赌资 2017年12月26日 股东由陕西保存置业有限公司变更 为陕西保存置业有限公司股东 学光龙 学金利 和西安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其中 西安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下简称龙湖地产出资3300万元 控股60% 公开信息显示 西安龙湖地产市重庆 龙湖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控股 背后则是香港商市地产公司龙湖集团 2017年12月26日 据华商报报道 龙湖地产有限公司与文天科技 以股权合作形式 获取西安市高新区地块开发经营权 其中就包括前数12名业主所购买的楼盘 截至发稿时 龙湖地产方面尚未就此事进行回应 8日下午 彭开新闻根据起诉书上显示的联系方式 致电西安龙湖地产发展有限有限公司总经理邓世祥 对方在得知记者身份后 表示认错人了 便挂断电话 DM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离开启远新闻者 喔 本文字幕后 来自腾讯新闻者